各位觀眾朋友 民進黨總是要出來說幾句話 想到我覺得嗆出名的 徐定真 苗栗縣長候選人 他說柯文哲他嗆說 北台灣哪個議長不是黑道 徐定真就說 柯文哲跑去撿朱立倫不要的剩菜 這個我們說陶竹苗過去 在可以說是台北跟中部 台北桃園中部 這個陶竹苗的選情 一般來講大家其實真的都冷冷的 也不是說冷冷 就是大家比較少討論到 這一次因為鄭文哲 這個是連任到任期了 要交棒的關係 所以這個叫群雄爭霸 新竹因為林志堅的關係 突然也變成焦點 到苗栗因為撒卡都的關係 尤其中東景在參選記者會 被國民黨拋棄 所丟出來的這個發言舉動 我只是畫過那個 輕輕畫過肚皮 所以柯文哲跟這個中東景的關係 網友形容是手術刀 vs西瓜刀 叫做雙刀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柯文哲自比是耶穌 他跟耶穌 我覺得基督教應該出來抗議一下 為什麼 耶穌是用他聖靈的血液 洗敵世人的罪惡 犧牲了自己 柯文哲是用什麼 柯文哲是用泛濫的河水 把水門關起來 洗敵世人的汽車 你知道嗎 讓人家車子泡來水裡面 那時候被罵到翻怎麼辦 中東景穿著白色的戰袍 來找柯文哲 為什麼 他一定很care那個黑底 所以他故意穿白色的戰袍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件衣服其實不便宜 當然不便宜 我知道余將軍會打高爾夫球 對對對 所以你知道PIN也是高爾夫球 很有名的品牌 PIN那幾個高爾夫球品牌 絕對是一倍的價錢 我們競選背心做三四百 他一件三四千 這我真的對不定 那個是高品質的 穿起來很有質感 會修出那個姊姊妹的那種形狀 你知道 所以他來找柯文哲 是希望 利用柯文哲 柯文哲你是耶穌對不對 我希望找耶穌 找神父來告解 希望你不要講我是黑道 對不對 可是柯文哲沒有盡到耶穌 或是神父的告解智責 他沒有讓你心情感到愉快 讓你感到解脫 而反而是給你認證你是黑道 你知道 中東景星講 我是在找神父告解的 怎麼被認證成黑道 那心中的那種苦 真的是無人可恕 可是柯文哲爽 因為柯文哲說 我就是百變柯文哲 我就是人快口快 心直口快 我可以說我是漢高祖 變漢獻帝 然後我說又變奴爾哈赤 再變雍正 雍正還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告訴你 我是雍正 加上技工的綜合體 你知道嗎 我在進入手術之前 要先開個會 我開會的時候 我是雍正 你知道嗎 對於事情斤斤計較 因為這是人命的問題 我進入了手術術 我變技工你知道嗎 技工是什麼 一個普散 隨時可以許願 他是一個手術刀 隨時拿你器官 你知道嗎 這讓人家心中 多麼奇怪的一件事 可是他講說 沒有啦 耶穌也好啦 技工也好啦 就表示我的內心 是有無比的這種 所謂的孤獨 因為我太優秀了 我這麼聰明 你們不了解我 甚至你們太笨 我這麼聰明 你們不了解我 我也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中東景這次 幫他解了圍 他不但沒有感謝中東景 中景說 那你至少認證一下 把我從白黑的變灰的 不要那麼黑 我都穿白色的來了 你怎麼直接就認證說 不要認證我一個 你北台灣都給你認證了 你知道嗎 說那國民黨 你不要那邊假了啦 你不讓黑道當市長 你怎麼讓北台灣的 這些黑道當議長呢 不然為什麼北台灣 有幾個不是黑道 你不是認證一個 你是北台灣全部認證 然後還說我沒有啦 我只是要酸一酸朱立倫 朱立倫這樣子是不行 那你民眾黨不看一看你 你提名的小雞 有哪一個 不是經過認證的 你要不要下去 幫你自己的這些小雞 認證一下 所以我說柯文哲 怪不得他鬍子都刮得很乾淨 因為他很怕別人刮他的鬍子 所以自己刮乾淨 可是你的嘴德不夠 你的口德不夠 到處嘴炮 快人快語 絕對不讓你胡言亂語 網友表示 終於找到 中東井跟柯文哲的 這個共同點 叫開場破度 所以柯文哲的人設多重宇宙 他一個月內又是濟公 又是神父 到底為什麼他會有 這樣子的 致電的說法呢 他說他是一個龜毛嚴肅 但只要離開開刀房 就180度轉變 我是兩種人的混合 雍正跟濟公 看到濟公的時候 沒看到雍正 雍正 很白目的這些詩言的話 但都沒有看到雍正 他是認真 問政 努力 然後非常親民的市長 不是 其實問題是 等一下我請教一下 柯文哲現在身份是 市長 台北市長 跟民眾黨主席 請問現在他的新聞 到底是民眾黨的多 還是台北市的多 都不是 都是柯文的個人 都是柯文的個人 不知道他到底是市長 還是在做黨主席 他 我記得最後一次看你們 蕙琦總質詢的時候 他就已經愛理不理了 真的 我有注意到 因為我幫忙議長做主席台 我在看他的時候 他都頭不知道在看哪裡 然後人家已經 議員都在質詢的 很認真 數據就在跟他分析的時候 就不知道他在摸什麼 然後不然就在看別人 真的完全是分心 就無心在這個市長的職務上 所以我說說回來 到這個議題上 不管他到底是濟公還是雍正 還是他是耶穌還是神父 我實在不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他有講過一個鯊魚理論 就是用一個新的政治議題 話題 來轉移這個政治焦點 譬如說 我說他為什麼突然會黑白配 為什麼他本來就已經去苗栗縣 已經找過中東景會面了 為什麼突然有中東景要來台北 跟他黑白配 很奇怪 因為10月16號 大家記得那天雨下很大 台北產生很多災情嗎 大家不是媒體都在問 罵說人家蘇貞昌都去 災害應變中心去作證了 你柯文哲還在南投浮選 怎麼不趕快回來台北 他說沒有現在都醫化 什麼時代都醫化了 我為什麼一定要回去 繼續浮選 所以大家一直罵他有沒有 結果隔天10月17號 大家記住這個時間點 已經有苗栗縣議員曾學文 他有證實 說突然議長就拿一個說 請大家來簽一下 有沒有人要禮拜四上台北 跟台北市議會交流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次新聞傳出來說 他們要在禮拜四黑白配的時候 我禮拜三也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們說的理由是說 苗栗縣議會要去跟台北市議會 做正式的官方交流 那既然要做正式的官方交流 我們應該議員有被通知 就像苗栗縣議員有被議長通知 結果禮拜四已經要來了 我去問了我們台北市議會的公關組 他說沒有啊 他們只是臨時來約 然後要私下拜會議長 所以這表示說 他只是把這個議會之間的交流 當成一個幌子 所以我要說這個事件 中東景現在跟陳錦翔議長一樣 都是被柯文哲用完即丟 第一個他要轉移焦點 所以趕快找來黑白配 轉移他災害 雨下太大台北市的焦點 結果他現在因為黑白配 被批評得很慘了 開始一直在報說 中東景跟那個什麼昆宇有關係 然後又說了北台灣 哪一個議長不是黑道 這個陳錦翔被罵到說 我也看得懂耶 原來你找中東景來跟我會面 私底下會面 只是一個幌子 那你現在又說了一個北台灣 哪一個不是黑道 中東景也一定覺得很莫名其妙 陳錦翔也覺得被你利用的莫名其妙 所以大家現在當然已經對柯文哲 一定有一些不滿了 即便你來跟我道歉 我還是會覺得不滿 所以我被引射說是黑道 然後現在中東景想說 你不是說你是耶穌神父 應該要讓我告解一下 我會變更好 你要幫我洗白啊 不是這樣嗎 結果你竟然還一直講說什麼 我又是跟昆宇也蠻長的關係 又說我高中打架被退學 我感覺現在兩個人 現在一定黑人問號 都不知道到底柯文哲 你到底是在拿我在做什麼 你永遠不知道他會怎麼樣說你 我永遠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你現在是議員候選人 然後登記的時候也要交財產報表 你的總額大概多少 方便透露嗎 應該是公開資訊可以講 加證券大概有一兩百 一兩百齁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不知道哪裡發家致富的民眾黨高鴻安 也是柯文哲黑白嘴的大弟子 高鴻安被視察到爆料說 你們是不是也在專利申請的時候寫 中國 台灣 高鴻安就說那個是支撤會的問題 所以是支撤會來面對這個指控 他不回答 那另外林志群律師 他也挖出2015年的專利申請 說高鴻安就是發明人 我坦白說這個議題會沙沙 但是很簡單說 就是有一個少年朋友和我跟委員 差不多兩歲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就賺美人比較多 到底是因為他比較聰明 還是因為他比較冷靜 比較無情地 我們先看一段新聞外面 高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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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率領一票議員候選人動算喊得很大聲 高鴻安當母雞替議員候選人助選 不過他又遭四茶毛爆料 高鴻安在中國的專利申請資料上填寫中國台灣 嘲諷高鴻安是有錄安 上面的申請人並不是高鴻安 申請人是資策會 那2016年其實已經是蔡政府的年代 那如果今天申請人是資策會 那這樣的指控 是不是應該要對著資策會 而不是對著只是單純在資策會的員工 高鴻安只是一個發明人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但爭議不止這樣 現在還有律師爆料 2015年10月1號有一筆專利申請資料 高鴻安是發明人之一 但申請人是科制企業負責人 嚴軍泰並不是資策會 因此律師質疑高鴻安是資策會員工 聲稱奉資策會命令去幫忙 卻連自己發明的專利 都給科制負責人拿去申請 但明明根據專利法 員工在工作時的發明 專利權跟專利申請權都屬於雇主 換句話說高鴻安在資策會任職期間的發明 應該屬於資策會 然後抹黑跟這個造謠的指控也太多了 如果要去做一一的回應的話 真的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負面選舉 真的打不完 高鴻安是否在任職資策會期間 拿資策會的這些資源 去獨立自己或獨立科制 那請高鴻安拿出證據 不要再問A答B 投票日倒數不僅市場之爭 越演越烈 議員候選人也全力以赴 綠黨議員候選人劉重顯拼連任 成立競選總部 就連要選竹北市長的鄭朝芳 跟竹縣的周江傑 一起來站台 希望未來各陣營的候選人 都可以再著重於 這個對於政策的說明 以及城市的願景 從市長到議員 新竹市選戰全面白熱化 三類新聞張浩義 蔡永恩 新竹採訪報導 我覺得有一個概念很簡單 你同一口菜吃久了你都會膩 有些人 或者是說年輕人 他本來就很有可能 不會一直支持一個政黨 2018年的時候說高雄建設 多麼進步跟以前不一樣 開港 博二等等很多的發展 他們還是最後選擇韓國瑜 後來才發現這個人不對 要把他換掉 所以換新換新選舉常常聽 但問題是如果這個換新 其實是換舊 而且換一個人 你都沒辦法接受的 價格觀到當中 大家會回應 為什麼這樣子講 我自己也是素人殘症 那個時候 可是我就沒有辦法像他一樣 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道歉不認錯 還繼續硬撈 而且這些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你一減二口 沒那麼減三口 又減 警察不在河川裡面最少便室 可以領支撤會 領支撤會 重來隨著跳槽鴻海 這已經有夠了不起了 這就是在副政治 這他也是在副專業 已經有夠了不起了 現在給你問你 你又有聲音 還怕裡面出事 想說 這個應該要支撤會來回答 馬上又抓到 馬上打臉 郭城老師 有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政治奇才 說實在 這個就是台灣沒有轉型正義的結果 所以有很多人 就是一直靠特權 靠關係 靠有人照顧 我沒有一定說是誰 但是這種人在台灣的社會 多不多 這很正常 像剛才柏惟說 你有這種好運嗎 對不對 這種普通的台灣人 你不要隨便去比 對不對 你出國讀書有人會拿錢給你嗎 你有辦法去面試 對不對 上市公司的大老闆嗎 這個不要隨便去比 為什麼 因為台灣過去 在沒有轉型正義的情況之下 黨國的政治就是這樣 有人就是特別有關係 像現在來講 你說像回到這個高宏安委員的身上 可以說幾乎一天一爆料 現在大家發現說 原來這個人以前運氣真的是非常好 對不對 出國讀書 然後又可以兼職 現在買股票 這個我們這個現在發現說 他以前買這個科製的股票 對不對 科製股票現在當然 這個不一定有賺 但是重點不是賺不賺 而是在你怎麼得到科製股票 你是兼職呢 還是有可能有內線交易的問題 這些東西通通都要釐清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將來當一個市長 新竹市也蠻大的 對不對 預算一年也是幾百億 那你現在如果說 對於這種個人的事情 你不說實話 那將來怎麼能夠在重要的利益 公共政策上面事情 你一定說實話 如果說你是弄不清楚 我個人財產實在太多了 弄不清楚 那個人的財產都弄不清楚 你怎麼樣有辦法對那個市政弄清楚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事情啊 所以現在當然這個選戰 他可能就是怎樣的 停啊 拼啊 反正剩下二十幾天嘛 對不對 你們現在到法院去告 也不可能在二十幾天內 就宣判 甚至開庭恐怖都來不及 所以就這樣撐過去 但是問題是說台灣的政治 不是只有選舉那一天 還有未來的四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的是誠實的政治人物 這個誠實的政治人物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要一個有特權 有關係 一路這樣子很順利的政治人物 這樣的人 第一個他跟一般的民眾 他沒有同理心 第二 你從頭到尾你是靠特權 靠關係這樣起來的 將來你施政會不會特別去關照 特別的人 特別的企業 特別的團體 特別的黨派 這很清楚嘛 對不對 像那個柯市長被當了八年的市長 當然他說他也是素人從政 可是你看素人從政 他中間跟財團 前幾天講遠雄 現在已經一審宣判 是有狀況的嘛 那所以呢他現在就一直心裡想說 我要做總統 我要做總統 這個所以剛才王議員說 在議會質詢的時候已經 已經心有旁誤了 沒有在聽了 為什麼 因為將來當總統 不用被質詢 不用去立法院 所以想 這個好 這個民選的孔子 這個最好 不用到立法院 不用被質詢 行政院長太閉了 行政院長還要去 我沒有做行政院長 我做總統最好 這種政治論 老實講越多 對台灣是沒有幫助的啦 晃哥 像這樣子一個 號稱是第三勢力年輕輕信 或許素人政治有一些加分 但是 如果要當縣市首長 這跟民意代表不一樣 民意代表就是 我覺得我代表什麼聲音 我就質詢什麼樣的價值 有人重視交通 有人重視環保 有人重視經濟 但是縣市首長要面面俱到 所以你看 這次新竹 民黨派誰 沈惠宏啊 沈惠宏做二十幾年 32年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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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時中 什麼時候開始做這個 做政敵 沒有 他在前一 阿扁執政當做衛生署的副署長 陳其邁民意代表做多久 他27歲做立委 所以要怎麼樣去說服大家說 其實我真的 有渾厚的內力 只是我沒有年輕的 小清新的那種 這個 吸引人的部分 因為你知道網路社群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會罵不然給他做做看 那民意代表跟縣市首長真的不一樣 不一樣 我就講一個很簡單 看到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他當選的小內閣會長什麼樣子 會不會是地產集團回來 會不會是國民黨的林根人變副市長 到底他的幕僚團隊 還有他未來的局處首長在哪裡 其實我們是看不到的 他或許有機會 對 再蒙一個月眼睛閉著 讓你們打牌 但是你未來 我們講屬地主義 比如說他也沒有比 我看起來他也沒有比別人更愛新竹 我們講政治理想主義 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至少在民眾黨我看不到 所以他的這樣子素人被害者 每天說被人家欺負 這個是一個好的選舉邏輯嗎 選上有辦法做事嗎 高鴻安對新竹的陌生程度 從前兩天林根人講的一件故事 我就覺得我真的是笑出來 林根人說他去拜訪的時候 曾經有人跟他說 高鴻安和約時間 都會萬八點多這麼高 怎麼萬八點多 因為他找不到路 因為他對新竹真的不熟 可是我覺得很好奇的就是說 你說高鴻安對新竹不熟OK 那你在新竹有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在地對新竹很熟的人 顯然他連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這標誌說他沒在用心 好 剛剛博會講一段話 我用很簡單的總結 就是說民眾黨跟高鴻安 打著新政治小清新的外在的形象 在爭取選票 特別是年輕主席選票 但他骨子裡是什麼 骨子裡其實是台灣的舊政治 甚至是過去被唾棄的舊政治 最醜惡的事情 在高鴻安身上都出現了 佔公家資源 搞特權 這不是我們過去最討厭 台灣舊政治最醜惡的一塊嗎 就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可是高鴻安都幹了啊 為什麼我這樣講 而且你知道這個人完全不講江湖道義 連基本做人到底不會 你從他資策會去科製兼職這件事情 他的說明是什麼 說拿出了一堆這個沒頭沒尾的Email 說證明我的長官知道 你把過去 我不曉得這幾個長官過去 到底真的知不知道 就算假設他們過去知道 其實他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講來聽點叫做包屁 講好聽點叫做給你個方便 但是這是違法的 違反規定 結果你現在為了要保護你自己 你全部把他抓出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當過兵的人知道 我們知道阿兵哥 你即使要離開營區兩小時 你都要請假 要寫假單 可是今天有個阿兵哥呢 他突然有事 他就跟排長講 排長我出去一下兩小時就回來 排長講說這阿兵哥平常表現很好 這也不會逃兵好不好 給你方便 你出去兩小時 假單也不用填了麻煩 好是不是出去沒多久 上級長官來查 點名 陳柏惟 不在 有沒有假單 沒有假單 逃兵 這個是眾可以判軍法 輕要關緊閉 這時候把這個兵叫回來了 上級長官問連長說 連長說我不知道 結果這個阿兵哥去跟連長說 沒有是排長準我的 你不是海西這個白長 對不對 這個時候排長有兩種處理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 我單下來沒有說 對 長官對不起 下不為例 這我處理不對 另外一種處理方法 我不知道 他沒有告訴我 是他自己逃兵 你就抓去辦啊 逃兵就辦啊 高文案就是這種人 當時我不管基於任何的理由 假設之社會真的有人知道你在科制兼職 但是當時沒有要求你照程序走 不管是正一隻眼還是閉一隻眼 還是包庇 但是你這個時候為了 保護自己 你把這些人通通扯出來 我跟你講高鴻安 你完蛋 你這次如果沒有選上新竹市長的話 等你立委任期結束 你要回到任何一家民間公司 沒有一個公司敢贏你 這是最簡單 因為我如果是老闆我看到這都完工 我絕對不請 好 第二件事情就更有趣了 這件事情原本是國民黨 拿來攻擊鄭運鵬的事情 說運鵬你以前做生理 你去中國申請專利 你來寫中國台灣 你民進黨不是最抗中保台嗎 但是後來查出來 因為事實上那個事情有點複雜 簡單來講 就是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你去申請專利 特別你在中國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讓你寫台灣 會寫中華民國 所以那沒有辦法 我覺得鄭運鵬講的 他說這是我們共同面對難題 我們要想辦法來解決 對不對 你在全世界任何國家申請專利 你都只能寫中國台灣 後來網友就去找出來 高鴻安當年申請專利 大家注意看 這字比較小 一樣寫中國台灣 這也都是寫中國台灣 甚至還有網友找到 鴻海當時在中國申請專利 也是寫中國台灣 這沒辦法 因為你不寫他就推薦 但是最有趣的是 林志勳律師真的很認真 他就從這個專利戰裡面 找到了其中一項專利 2015年10月1號高鴻安申請了一個專利 好大家注意一下 2015年高鴻安在哪裡認知 資撤會 在資撤會 好有趣了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 請注意看 申請日期2015年10月1號 申請人 閻君泰 然後呢 地址 中山區松江路76號5樓 這不是資撤會的地址 這是哪裡的地址 科智公司的地址 專利發明人 有閻君泰 有高鴻安 有高志強 他們三個人發明了專利共同掛名 但是申請人 申請人很重要 就是申請人申請下來 以後這個專利所有權 就歸他所有 好 那我請問 高鴻安當時在資撤會認知 因為2015年10月1號提出申請 表示說這個專利的出現是在這個之前 他還在資撤會認知 這三個人都在資撤會認知 為什麼這個專利會變成科智的 今天記者在問高鴻安的時候 他說林鄭群你歐白講 你把證據拿出來 證據不就在這裡嗎 高鴻安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我們來三立上通告的時候 我們都會簽一張著作權的授權書 就是我們在三立所講的任何話 他的著作權是屬於三立公司 這是一家每一個公司在任何民間企業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一個基本 就是這個員工除非他跟這個公司在入職的時候有簽特別的合約 要不然這個員工在這家公司任職期間 他所發明的任何專利著作權屬於這家公司 高鴻安在資撤會任職期間 他所發明的任何專利應該屬於資撤會 那為什麼去專利申請的時候卻突然變成科製公司的專利 因為2015年10月1號 嚴軍他已經離開資撤會 他已經到科製公司 那時候他如果沒記住他應該是總經理 為什麼這個專利就突然變成科製的專利 你說好資撤會當時有沒有授權 如果有請高鴻安把授權的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資撤會當時有同意無償給科製 因為科製畢竟是資撤會輔導成立的公司 或是說當時我是有償 或是用什麼方式 但是你總要解釋 你都沒有要該罪 就如同伯會你只好說的 反正我再混一個月 我真的運氣好讓我混上新竹市長 你到時候你能奈我何 但是這些事情 我是覺得新竹市的選民你在投票前你要想清楚 這樣一個人在過去當市長之前 都已經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舊政治最醜惡的東西 如果當市長不得了 網路名人四叉貓說 如果跟中國的關係這麼好 你要不要改名乾脆叫有錄安 結果一時間大家不知道他是講高鴻安 還是講講萬安 廣告之後回來討論 這3Q一句話叫做越本土越在地越國際 所以堅持一定要留四十分鐘 含大家討論國際新聞 中國共產黨二十大開始全世界對待台海局勢非常關心 而且美國的國務卿叫布林肯 他去到加拿大 我們就問你是不是會煩惱中國打台灣 布林肯他就說 我覺得中國整體國內運很壓迫 對台灣好像也很有侵略性 中共一句就是不管是大關小關 阿平哥 軍事 中關 全部都在關心台灣和台灣海峽的關係 所以中國二十大是不是事實上 就是對台灣有什麼樣的暗示呢 我們先看一個新聞報道 台海局勢持續升溫 中國是否會親台國際關注 美國白宮更是時刻緊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訪加拿大 接受當地媒體訪問被問及 中國可能親台是否感到憂心 布林肯回應中國在國內行進變得更加壓迫 在國外則變得更具侵略性 更強調過去50年來台灣是個成功故事 包括美中之間所有事都是和平解決 但中國現在卻對台越來越具侵略性 布林肯也重申 多數手機和用品內的晶片都在台灣製造 若台灣精進受衝擊 各國無益倖免 因此維繫台灣安全是全球重要課題 而加拿大外交部長也同聲宣布 在美國支持下加拿大將尋求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IPEF的成員國以促進區域經濟合作 主席林肯和我一起討論我們的努力 去強調國和安全安全 包括在印太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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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他其實都對台灣叫做心心念念 甚至都不是在說台灣應該要早日回歸中國 所以他利用非常多的管道 你可以發現近幾年包含演藝人員 包含對外國的這個使節在接見或者是談話之間 包含他們自己的十九大二十大 他都不斷的在講關於台灣 他們會用一些什麼中國一點都不能少啊 或者是什麼兩岸同源中國夢等等不斷不斷的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把統一拿來當成口號 或是他的政治籌碼 他就是要塑造他是統台第一品牌啦 所以他自然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得到權利的位置之後 大家都會期待他實現這件事情 而若中國人期待他實現所謂收復台灣 這樣子的夢想的時候 全世界就會開始緊張會不會真的打起來 所以我們要觀察的重點在這邊 今天特別邀請到國城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美國動作頻頻 那中國到底是心懷什麼鬼胎 還是習近平個人對權利的美夢呢 其實習近平對台灣很了解 早先是因為在鄧江湖 尤其在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時候 真正好的幹部被提拔重要幹部都是經濟方面 那習近平在那個時候突然他是紅二代太子黨 然後身體也算醜用 就是扛這個麥子 五十斤十里三路不換間 可是並沒有被當時鄧小平跟趙紫陽他們認為說 這是一個懂經濟的實幹型的人 所以他在當廈門市副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時福建省委的組織部對他的評價沒有很高 所以他就沒有繼續在鄧小平帶下去 先去當那個比較偏遠的一個鄉下 叫寧德市委書記 就是那個時候對經濟被認為比較不是幹財的人怎麼辦 都是去注意台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這個對中共來講說我很重視台灣 重視祖國大業 這在政治上是絕對正確的 所以也是因為在經濟上他比較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 沒有被特別重用 所以他一度在福建相對比較偏遠的寧德 待了好長的一陣子 所以他才在那個時候特別重視台灣的 那這個結果沒有想到現在變成一個 這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資產 那這個華盛頓郵報講習近平現在大權在握最重要的是台灣 第二個是飛彈 第三個是對國外的情報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年來他對這個內部 不管是動態清零還是經濟發展 還是這個對外關係 普遍中方認為成績是不太好的 他講共同富裕 就跟共產其實就是無產一樣 共同富裕就是無富裕 只要加個共字在前面就是無的意思 共同富裕跟共同貧窮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對對對 要不然就改後面 這個共產就是無產 共就等於無 所以共同富裕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開始過苦日子 這個前幾天帶這個政治局常委去延安 意思就是什麼 要過苦日子 那這個苦日子是他帶給大家的 那現在其實很多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因此他知道未來經濟這一塊 絕對不是他的一個可以拿出來誇耀的地方 他唯一可以誇耀的是什麼 軍事 因為軍事沒有拿出來打 誰也不知道到底強還是弱 不管怎麼樣 具體看起來 軍艦的數量是增加很多 航空艦以前零艘 現在在他任內變成三艘 然後什麼隱形戰機 什麼極音速導彈 這些東西至少擺出來 看起來是很嚇人的 所以也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認為說習總書記 再怎麼不行 軍事上總行吧 所以一方面他自己心裡面有野心 另外一方面得被大家架著上去了 因為大家都看好說你習總書記是軍事最強 這種聲音這樣起來老實講能不動嗎 所以極權國家說老實話很悲哀 就跟以前伊拉克的海山總統是一模一樣 每個人都覺得他軍事上應該 這是他最拿得出來的東西 他自己也對外宣稱 對內宣稱說軍事他最強 結果只好真的硬上了 硬上的結果最後就是被美國抓起來 然後送給伊拉克政府 然後最後就命運很悲慘 所以這個美國的布林肯 國務卿講 現在來講 台海發生衝突的危機 的確比過去要來的高 但是啊 習近平也不是說百分之百 就已經準備要打台灣了 他真的要影響他打台灣 最重要的因素 還是在台灣內部的人心 台灣內部的人心 如果說你選舉的時候 投出來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就是被中共解讀說 親中政黨得勢 到時候會來開門的人很多 那他當然就趕快來準備來接收 如果你台灣現在投出來的 是抗中保台的民意佔了多數 那他當然就要更加的考慮 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然後台灣重要的這種部門 譬如說這些退降 很多退降是他們認為說 這是可以吸收的啊 可以影響的啊 如果每個退降都跟余將軍 這個樣子的話 他絕對不會動不動就在說 我要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中國的實力 就這個數字上 帳面上當然強過台灣 但是呢 因為台灣海峽 這個天然的屏障 而且他還有許多客觀的 情勢的考量 所以真正是不是非動手不可 並不是好像一天吃三餐 說早餐吃了要吃中餐 中餐吃到晚餐 非動手不可 並沒有這種事 但是呢 只要台灣讓他覺得說 這個地方啊 投降主義 失敗主義很強 就像那個水果 芒果熟了 稍微搖一搖 會掉下來 就會掉下來 甚至說去看 看他自動已經熟了 光在那邊等 他就會掉下來 那他當然就一定會動手 如果說呢 這個對他來講 根本機會很渺茫 台灣人有堅決抵抗的意志 那這習近平老實講 他雖然獨裁也不是那麼傻瓜嘛 還有這樣就是美軍 這個美國呢 其實為了防止區域的平衡受到影響 防止這個他的盟邦 這個受到中國的威脅 其實對台也是非常認真的 所以在台灣我們看 動不動就在那邊反美的啦 說這個美國有野心的啦 說美國援助台灣是發戰爭財的啦 什麼美國什麼 這個援助烏克蘭是要投資的 諸如此類的人大家就特別警覺 因為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要讓台灣人對美國 這個不能團結 美國如果不來幫台灣 習近平覺得好耶 這個機會就來了 所以其實要分辨台灣的敵人 沒有那麼難 一個在西邊 一個在內部 這個然後他們的言行 他們會採取的行為 其實也不難理解 台灣只要自己民主做得好 譬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選誰 特權的啦 從小到大就是靠這些 這種很奇怪的這種資歷 起來的人 大家覺得說沒關係啦 地方選舉隨便要投誰 不會有什麼統獨的問題 我告訴大家 不是這樣子的 一個人老實講 你如果特權 這種各式各樣的 很奇怪的經歷 黑資料多 中國難道不會去影響嗎 中國不會去滲透嗎 這個都是台灣安全最大的威脅 地方選舉 11月26號 其實不是只有選誰當縣長 誰當市長 其實是在幫中國選 他的內應 還是選抗中跑台 事實上很多人說 抗中跑台這個層次太高 或者說是全國議題 我完全不這麼認為 還記不記得藍色的八個縣市 我記得是2014年選完 跑去找習近平 要什麼 要賣水果 要賣水果 南國瑜剛當選高雄市長 跑去哪 也是到中國 中聯辦 對 賣水果 他跑到馬來西亞 新加坡 賣水果 給中國人 他其實是去那邊 因為這些國家有華人 找一些那邊的中國人 其實怎麼樣 還是跟中國做生意 所以我們就 這個大家要知道 我們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說 中國就 十二不十二幹嘛 或者是 我們要把它抗到完全沒有中國元素 我們是因為保台 所以才抗中的 如果今天是菲律賓要打 我們就變抗非保台 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個其他國家 我們就抗那個國家保台 中國放下對台灣的敵意 台灣人幹嘛要討厭你們 神經病離那麼近 台中跟這個 中國的最短距離那麼近 怎麼可能 我們每天吃飯做用來用 是他們每天都虎視擔當我們 我們才需要抗他 所以總統只選三個方面 國防外交跟兩岸 那兩岸是既國防又外交 講到國防就要請教余將軍 其實最近有一些新聞 我們看到這個是我們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邱國正說 中國火箭軍的部署曝光 他說美國的情收詳盡 那為什麼 邱國正會突然講這個話呢 原因是前一陣子 在美國空軍大學 附設的中國航天研究院 各位 他的名字叫中國航天研究院 但不是中國的航天研究院 他是美國空軍大學附設的一個 這個算學院院所 然後他發布了一份報告 裡面包含有多少火箭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他那邊會有倍十幾倍十幾 就是地極鋁的概念 然後有沒有哪些基地哪些武器 大概有哪些人 全部都公布 這一點被視為 針對二十大的發言來的 也就是我都知道你的格西在哪裡 不要輕舉妄動 當然 習近平的戰法 在他二十大以後 他很明白 習戰法對於台灣就叫速戰速決 不要拖泥帶水 這樣配合了某個人說什麼 首戰就是決戰一樣 就是要速戰速決 所以美國公布的這件事情 告訴一件事情 你要速戰速決 必須有一件事情要先做到 就是要確保軍機的秘密 如果你沒有辦法訪密 你的部隊如何調動 如何走 你如何速戰速決 一個月前就知道了 就知道你要幹什麼 而且這一次 美國公布的這次讓中國 我最應該捏一把冷汗 它不是光用空照衛星 或是用偵察機 照到你基地的位置 如果光找說 你有六個火箭軍的基地 然後你有四十個旅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按照現在美國的衛星 偵照技術 絕對可以 但是他知道的不僅如此 他連你現在的首長是誰 你這個旅長是誰 旅長前一任的師父是誰 未來你可能會交給誰 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 這表示什麼 他要展現的不是徵照技術 不是科技技術 是間諜潛伏的深度 就是你這些長官的傳例 說不定就是美國派過去的 或許是說 他的孩子正在美國念書 他有透過他的孩子做勤收 然後光是中國解放軍 你要做軍機保密 跟肅清間諜的問題 夠你七婚八術了 所以他給予中國解放軍的訊息 就是說 你並沒有像你們講的那麼團結 你的內部並沒有像你講的一樣 那麼樣的盡力跟秘術 而且可以做到所謂的速戰速決 做不到 所以這直接打臉習近平 你的決心很夠 你用的這些何衛東這些人 都是曾經用圍台飛彈軍演做過的事情 可是我告訴你 我把你的人物字 基地的位置全部公布出來 就告訴你 你要幹什麼 我都知道 你有任何的舉動 我都知道 速戰速決根本不可能 而且現在美國 真的這一次中國把美國給搞大了 為什麼美國生氣了 美國在冷戰以後 盡量的採檢軍備 跟我們一樣 我跟你講 我光是從進入陸軍 我進入陸軍 陸軍四十萬大軍 等到退伍的時候 陸軍剩九萬 剩九萬 你看才這麼多 為什麼 不會打仗 我們每一天帶阿兵哥出去射擊 然後那些 老百姓都跟我們講 長官 不要這樣打拼 剩幾個饅頭數完 就退伍了 這麼拼幹什麼 我聽了內心在糖學 你知道嗎 好像我帶兵出來演習 練習是在混日子數饅頭的 不是 真的不是 我每天都想著 如果明天解放軍打過來 我有多少能力可以抵抗 這是我這一輩子當軍人 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覺得沒有準備好 我告訴你 連長晚上睡不著覺的 旅長晚上睡不著覺的 為什麼 如果明天解放軍打過來 我的部隊不能打仗 我的戰車沒有油 我的彈藥沒有辦法補給 那我是愧對我的國人 我是對不起我的國家 所以這件事情是 所有軍人一直念字在字在想 美國也是如此 美國在冷戰以後認為不會打仗了 因為美國把俄羅斯把老蘇聯定為 他的潛在威脅 最後他把中國定成什麼 目前定裂成戰略競爭的火 競爭的對手 可是因為中國這一次的這種擴武 這一次的習近平把吳錦濤架走以後 他覺得習近平可以把他前任領導人架走 就表示他的霸權作為已經不像他在十九大講的一樣 中國絕不稱霸 就是中國絕不排除稱霸 你知道嗎 那稱霸的第一步是什麼 統一統一要強軍 要讓強國 強國強軍的目的是什麼 先拿下台灣 拿下台灣下一步就是稱霸世界 所以美國心裡想 我怎麼能讓你長大 我怎麼可以讓你稱霸世界 所以說美國你看最近在這個夏威夷 做了一個十二國的國際軍演 然後傳說說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軍 也會去參加觀察員 然後他問了這個陸軍的 美國陸軍的副司令 陸軍的副司令 我想他講的是文周周的 他說不予證實 軍事機密不予回報 其實講的直接就是 我找誰軍演不告訴你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就是表示 因為中國的野心 因為中國擴武擴軍稱霸的企圖 讓美國重新燃起了冷戰那段時間 他要維護世界和平 要維護太平洋和平弄決心 否則你看美國諸瓦特艦 一勺幾十億美金 他為什麼要開始製造 而且把這個諸瓦特的這種 最強的這種逆中的艦 部署到日本 那為什麼 越近越好 距離威脅越近越好 整個轟大機 槍擊兵轟大機 進駐沖繩 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為什麼往前走 而且即將公布的一個 B-21逆中轟大機 這個以前我們都是買模型來做的 這輩子沒有想過他會成功 就跟鋼鐵人一樣 對不對 可是美國現在就是公布鋼鐵人一樣 對我就是鋼鐵人 就是有啊 我就是有這個飛機 目的就是告訴你 中國不要想稱霸 你距離我至少科技差十年 實力差十年 還有你的兵有沒有和平恐懼症 自己想清楚再說 朗東 這個國防外交兩岸 剛剛我們國城老師講了 中國內部權力結構變化 跟對台的企圖 那國防的部分 這個余北辰將軍也替我們分析 特別看到外交的部分 三番兩次 先是布林肯說 若台海爆發危機 對全世界都是壞事 另外一方面 太平洋的陸軍副司令 他說美軍會盡所能 來幫助台灣維持現狀 還有美國自己 新版的國防戰略報告 它比較像是 每一年 他們會針對世界的變化 針對敵我雙方武器的變化 人員裝備的變化 來做一個對於該國的 這個國防報告 他也提到 中國步步進兵 威脅台海和平 我想中國應該不是這個民進黨 美國應該不是民進黨側翼 美國應該是 這側翼也太大了吧 對對對 所以他講這個話應該不是為了民進黨的選情 或者是為了特定的利益 他們就只是很單純的 把他們看到的東西說出來 習近平駕走胡錦濤 二十大 然後美國出來 每天講台灣 那他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那另外 美國他們官員也好 將官也好 不斷去強調這件事情 台灣人是否該之所警惕 對啊 美國對全世界的這些情報的蒐集 像是剛剛提到的是說 這份火箭軍的這個建軍 他是連裡面解放軍的主管都知道 所以那不是單純的空照圖而已 資訊掌握是非常充分 美國也是在俄羅斯戰爭開打之前 就預警是說俄羅斯會侵略 那時候全世界很多人不相信 以為美國在開玩笑 所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都要用很嚴肅的態度去看說 確實現在習近平 他不理性的開戰的機率 是相當的高 台灣人必須要很小心謹慎的去面對 但他背後的原因是因為 前面國人老師也有講到 這個共同富裕是無富裕 原因是說 中國他一直去拒絕外國的疫苗進去 那變成是說 但是中國的疫苗 他又沒有擋不了疫情 這疫情等於是在中國 他不斷延燒 他又一直用清零 但清零過一段時間 因為疫苗擋不住的關係 他又繼續再燒 會持續在一兩年 那就影響到整個中國的經濟 所以產生了一個龐大的民怨 這個時候 習近平很有可能藉由開戰的方式 去轉移他內部 對他的這些壓力 這個就是為什麼 美國他一直要預警的一個原因 他就預測到中國 未來兩年的經濟發展 都是所謂看衰 當然他經濟越差 透過開戰的方式去轉移焦點 這個機率性就越高 台灣就是首當其衝 所以對台灣來講 真的不要有什麼僥倖的心態 因為馬英九他最近都一直要出來 慢慢講說 這個其實大家要去彈劾 什麼票投民進黨的話 兩岸變戰場等等 其實不是民進黨很認真 在打抗中保台 是國民黨很認真在打 是說投降牌 如果說這個兩岸的這些議題 跟這個地方選舉沒有關係 那馬英九你出來做什麼 這很奇怪 所以反而是國民黨 在這一次選舉當中 很積極的在打兩岸 只是他是打投降牌 所以這個是一個嚴重的一個警訊 是說馬英九他就說 他過去的那些時間 什麼之爭的時候比較和緩 他比較和緩的原因是因為 中國那時候武力還沒有起來 他跟全世界還沒有要撕破臉 跟美國還要做生意 等到現在中國強大了這個之後 當然他的這個張牙五爪 這個真面目就展現出來 如果跟共產黨是可以和談 國民黨不用來台灣了 1945年的那個時候 就跟了這個中國好好談一談了之後 兩黨就在中國做個民主中國 兩黨共治就好了 怎麼還要拜台台灣 其實共產黨的這個DNA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沒有改變的 他會跟你談的唯一一個原因 就是他現在打不贏你 他打了贏他就打了 他不管你怎麼投降 你怎麼跟他哀求 這沒有用的 他就是槍桿裡出政權的一種DNA 這是他們的信仰 這是他們最重要的一個宗旨 所以當他武力到達 他可以凌駕在台灣之上 台灣的士氣 台灣的武器 敗退的這個時候 他才不管你是誰執政 民進黨執政也好 國民黨執政也好 柯文哲執政也好 他的火箭飛彈就直接過來了 這個就是你對共產黨 不能有一絲也好的妄想 那你說這個地方選舉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2014年的時候有沒有關係 不就是從反服冒反黑箱開始 帶動全台灣覺得 我們要跟中國保持距離 那個時候柯文哲也是覺得 跟中國保持適當的距離 還假裝自己是個本土派 那不就這樣子打敗了 跟著中國關係密切的這個連加嗎 到了2018年的時候 韓國瑜就是說 貨出去人進來 那去哪裡 不就是說把貨賣給中國 讓中國觀光客進來 那還是一個兩岸的問題 其實他透過一個假裝政治零分 經濟100分的騙數來騙大家 他其實背後還是一個 跟中國之間要建立 有好關係的一套騙數 那到了今年的時候 還是有人講說 講這個中國議題兩岸議題沒有用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沒有用 是說很多民眾還沒有意識到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那你試想一下 如果說張善政他當選桃園市長 就帶著數字王國這些人 一起回去中科院 桃園龍台那邊去那邊參訪 去接觸這些 在陸軍總部的這些高階將領 即使背後這些是中央國防部 在管中科院 在管這些陸軍 但是你透過市長 透過他的這些行政資源跟權限 是可以建立非常多人際的管道 讓一些中資或者是 背後解放軍背景的企業 透過企業交流文化交流這種名義 去接觸到我們這些人 那包含說高宏安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足科 如果說這個跟中國 有什麼樣的高層要來訪談 也是一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地方 在選舉當中 我們還是依然的要去知道 是說中國的滲透 是不分地方跟中央 是在持續進行的 廣告之後我們來聽聽不一樣的聲音 時間回到2020的年中 大概七八月份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在立法院裡面 有注意到中國公佈幾百人的 所謂台碟名單 那個時候我就找國安局的來聊 說這個是什麼回事 他說其實兩岸之間有一些活動 比如說表演 比如說座談 比如說醫學 甚至是交通經濟等等的活動 那多多少少都會比較 比較新向台灣 或比較新向中國的 在他們那邊 他們就是定義為台碟 在我們這邊 我們就叫它共碟 但問題是裡面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所以像所謂的情報活動 公佈台碟名單 有一個所謂嚇阻的效果 今天美國公佈 中國的軍務名單 其實也是在嚇阻中國 那麼我們的議員 縣市首長 甚至到中央部會 其實我們都會很關心說 那如果是你們做為我們的民意代表 你們能不能告訴我 現在美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要怎麼樣注意 這一些他們所釋出來的訊息 我們先請民生議員 我想那個 美國這一次公佈這個火箭 火箭軍的這些情報 其實就像剛剛都有講 它不只是基地位置 它是連戰力評估都有 剛剛講的就是指揮官是誰點出來 然後後勤是誰 所以我是認為說 美國其實在這一次看到習近平的野心 他知道他有這樣子的野心 也企圖想要用這個方式 來達成他可能 內部的政局的穩定 或是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等等 因為他畢竟他是第一個 要邁向第三任 第三個五年的 那個中共的領導者 所以他知道說他想要利用這樣子 然後在世界上可能要弄一些風波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適時公佈這些事情 就是讓中國知道說 我美國 我是老大哥 我是很清楚你的目的 我不只清楚你的目的 而且我還清楚你在軍事上面的部署 所以我是覺得說習近平現在當然 一直不斷地想要去鞏固自己的權力 然後一直想要用台灣議題 來轉移他內部的矛盾 內部的問題 比如像四通橋 或是他們現在廁所新革命 大家都一直在現在反核酸 然後說 現在你一直為了動態清零 大家封城 封到快封掉 連出門去買個那個食物 生活的必需品 都會被打壓會趕回去 所以大家被悶到已經快受不了 我相信他在鞏固他的權力上面 一定是看到自己內部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中國現在不管對我們台灣有多大的敵意 或是說多想要侵略我們台灣 或多想要統治我們台灣 可是我們自己台灣 我們自己要團結一致 說真的這個抗中保台 不是現在只有我們台灣在喊 也不是從我們民運黨在喊 是美國你看他這個動作 不就也是抗中保台嗎 歐洲很多國家很多國會議員 只要說要去通過一個決議 就是友台的決議 他不就也是在抗中保台嗎 大家都看到中國崛起產生的問題 然後看到大家中國對於台灣 這樣無理的一些對待 甚至國際空間的打壓 大家都在抗中保台 我們自己台灣呢 那這一次選舉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所有的這些縣市總統 過去都是怎麼跟中國來這樣交流的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句話 我真的要跟人民講 過去英國首相邱吉爾就講過一句話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有人提出來講 就是在戰爭和屈辱之間 如果你選擇了屈辱 但在屈辱過後 你仍然得面對戰爭 所以我要跟國民黨講 你現在一直在講和 甚至跟馬英九講 什麼現在用什麼兩岸 票投哪個黨 然後兩岸無戰場 然後票投哪個黨 又是青年上戰場 不管他怎麼喊 怎麼恐嚇台灣人民 我相信我們台灣人民是有智慧的 我們當然會硬起來 面對這樣子中國的 無理的威脅跟挑戰 委員作為國民黨的年輕候選人 我想你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民眾會問你說 會不會打起來 那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長期比較被人家感覺到的是 是不是他把所謂的抵抗外輔 或者是在國防外交方面 不管是對中國對美國都把這個權力 或者是這個責任義務丟給民進黨 國民黨到底對中國的態度如何 或者是年輕輩跟長輩之間 這個意見是可以交流的嗎 可以 應該可以交流吧 我先講一下 國民黨過去以來就是個反共政黨 那我覺得今天馬英九講那個 必在謀合 那當然他是說我們要取得一個 和平的一個環境 但我覺得其實一直沒有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 當我們謀求所謂的和平環境的話 我們怎麼謀求 那其實我覺得反而 反倒我覺得講 萬一再回答這問題是比較好 他講說這個不求戰 不拒陣不畏戰 就是說當然我們需要和平環境 但如果戰爭來的話 我們當然也要去隆利抵抗 那當戰爭來 我們怎麼樣去避免戰爭 這就是國民黨我們接下來 譬如說不管是軍備武器 其實馬英九一直沒有講 他的時代其實軍備武器他也有買 但他每次一直講說 我們要和平 搞得大家會覺得說 搞得大家會覺得說